兼任民进党主席后 第一场县市党部主委 党代表及全党代表选举24日登场 由于选举结果 牵动接下来的中执委 中常委改选 决定谁能进入民进党最高权力核心 因此选举中各方互控会选 抹红 抹黄 以及声称被对手暗算等闹剧不断 其中台北 彰化 台中三个一级战区 林希耀不得不派员进驻控制局面 以避免双方打起来 最终共选出302位党代表 和21位县市党部主委 以岛内三立电视台董事长 林坤海为主的海派声势壮大 与英系合作 抢下两席县市党部主委 所谓郑国会也拿下基隆市 苗栗县 彰化县等七席主委 保有县市一定实力 新潮流系则分散以县市长为首 像是桃园市长郑文灿市里 拿下桃园市党部主委 台南市长黄伟哲 屏中县长潘蒙安等 也都培植自己的市里 抢下县市党部主委 而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 牵中可能的高雄市市长 补选议题 让高雄市党部主委选举 格外受到关注 其中两位候选人 明代赵天龄 高雄市议员高敏林 分别代表海派和局系 隔空过招 最后由赵天龄胜出 党内确实有很多的派系 但他其实并不要把它当作 是负面的代名词 所以我不会把它视为 是派系的竞争 我会把它视为是 我们其实用民进党 自己的民主选举做个模范 赵天龄一当选 高雄市党部主委 就立马针对罢韩表态 并同时表达 向蔡英文推荐 台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人陈其迈 参选高雄市长补选的态度 蔡主席有征选我的意见的话 那我会很郑重地推荐 陈其迈副员长 是非常适合个人选 陈其迈是鹰派指标人物 外界认为 赵天龄此举意味着 民进党内英海体制成型 未来英海联盟将蚕食 惊吞在高雄 盘踞已久的局系势力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 7月民进党党代会之前 各派系竞争将到达高峰 刚回国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要如何面对这些刀光剑影 恐怕才是难关